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来到了彰化市 建议您一定要来参观这个全台唯一 也是世界罕见的扇形车库 这里是很多铁道迷来到彰化 一定要朝圣的景点 当然除了来朝圣之外 在附近也有很多包罗万象的美食 像是彰化人常吃的蛤蟆米 点来一碗蛤蟆米 满满的蛤蟆 配上的是该美的大骨蛤蟆汤 还有滑顺的面条 这道是很多在地人 从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还有这道彰化人爱吃的酷蟆粉 这一次包入的是炸过之后的馒头 肥瘦餐饭的散散蟆 里头还有酸菜还有花生粉 创意的酷蟆馒头 吃起来相当有饱足感 火车头正行驶在360度旋转车台上 准备进场维修保养 这里是全台唯一的闪型车库 兴建于1922年 已经有90多年历史 是彰化限定骨机 从空中秒看放射状的铁柜 就像一把展开的扇子 12个轨道可以容纳12个车头 目前我们这里维修的有三种 那现在进驻在这里的 蒸汽火车有三台 然后最大宗的是柴油火车头 然后另外一种是因为我们整个 西部干线都是电气化 所以也有电话火车 火车头 全台唯一的火车头维修中心 吸引许多铁道民 前来一堵风采 拍照留面 这趟怀旧的铁道之旅 配上古早味小吃 才是来到彰化市最道地的玩法 这家彰化有名的汤面店 位在民族路上 已经三十多年 招牌的蛤蟆名 唐咸味美 仔细看 整碗都是去壳上桌 白嫩的蛤蟆 新鲜 料多实在 许多在地人 一吃就是几十年 吃到三十年 蒸头 这家的蛤蟆味 比较新鲜 比较好吃 吃几十年 上门的都是老主顾 因为不止蛤蟆新鲜 汤头更是真采实料 足足七十斤的大骨 就这么慢火熬煮四小时 还得借助九十斤的蛤蜜加持 这里的蛤蜜 都会从鱼铭排鑫产地直送 因为肉质较肥嫩 大骨的蛤蜜 感觉比较满 一点点 鱼 感觉比较厚 比较厚 比较厚 肉比较大 但我的肉比较小 那个味道 口感没有那么好 鱼 经过十五分钟熬煮 一勺一勺的蛤蜜脱可出日 剩下一大锅原汁原味 吃蛤蜊汤的精华 与猪大骨汤和人为一 就可以出厂见客 这碗彰化人从小吃到大的蛤蜊米 扶着满满的蛤蜊 清淡的汤头中喝得出蛤蜊的清甜 加上有嚼劲的香菇贡丸 虾丸 肉丸 和滑涮Q彈的油面 这一碗料多实在的蛤蜊米 成了彰化特色小吃 它的汤头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蛤蜊跟大根 在练的很好吃 这个汤头很甜 很好吃 吃好久了 吃差不多二十年 超过了 不错吃 蛤蜊蛮多的 在那边吃多久了 吃 从小吃到大 加入一颗又一颗粒粒饱满的肥美蛤蜊 以及蛤蜊大骨汤 这碗蛤蜊米堆叠出的双重海洋鲜味 真是仙上加鲜 冬年蛤蜊干面搭在一起吃 那个汤头 跟那个流海的味道 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 闪耀着金黄色泽 热乎乎的炸鸡卷 是店里的人气王喔 咬上一口 外皮酥脆 内馅扎实 沾点番茄酱 口感更丰富 小菜也是很便宜的 鸡肉也是很便宜的 鸡肉也是很拿手的 外皮酥脆的 这样 这个料理做得很好吃 很实在 开业至今三十多年 靠着食材新鲜 用料丰富 成功在小吃云集的彰化 闯出名号 鸡肉 而且你要什么 我要五个扣肉 那你扣肉要肥 还是要酥一点 我要酥一点 不要太肥 好 别以为这里卖的是扣肉饭喔 扑鼻而来的香味 竟然是用炸过的馒头 包入一整块三层肉的 扣肉馒头 很符合彰化人的口味 因为我们彰化人喜欢吃扣肉 所以想说 馒头就加一点扣肉 它有烤脂肠 它吃起来比较好吃 外皮酥脆 口感类似银丝卷 配上三层肉 和微甜的花生粉与酸菜 这份台式汉堡 让人吃了好饱足 酸菜馒头 扣肉真的蛮Q的 觉得不油 而且觉得很特别好吃 脏花应该说这间吧 这个炸馒头酥酥的 然后里面 很软软的这样 因为它有加那个花生粉 所以跟酸菜酸酸甜甜 蛮好吃的 自家会在彰化市 名声南路的炸馒头店 适宜老面发酵 馅感馅柔 包入黄沉沉的咖喱餡料 这颗咖喱包 就可以要入油锅 在油锅中慢慢膨胀 浓浓的咖喱香气 所以窜入鼻尖 咬上一口 少了日式咖喱的浓稠感 吃得出高丽菜的甜脆 一颗只卖十元 真的好便宜 不会很腻 然后 因为它用炸的嘛 所以又 里面有咖喱的那种汁 所以吃起来就蛮顺口 火力多销的十元美味 还有这颗红豆包 撕开来 丰富的红豆馅 甜而不腻口 这一颗颗同板架的美味小吃 是老板夫妇传承朋友的好手艺 这个炸的馒头是我老公的朋友教的 因为他那时候身体不太好 不太 就不OK嘛 那想说 整理也不想学 不想做 那因为他跟我老公似朋友 刚好就问我的意愿 看要不要学 那我说好啊 我做工夫也好啊 就跟他学了啊 到现在前后才十三年了 包括他 他做了十三嘛 那是三十六年了 十多年来 夫妻俩坚持所学 把这份美味延续下去 要让三十年老店的馒头香 跳香更久